最近这一段时间 咱们全程来了不少养鸽子的 上周还有个小伙也是这样 对对对 在阁楼里养鸽子是吧 我还记得大牙还跟他交流了 今天又举手是什么 你说一个相亲节目 打打杀杀的 整这个深沉 上周有个节目 有个小伙我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不养鸽子了 我烦这东西 那小伙说不行 我就可气了 我想问问你 你都说能为了你朋友去死 你能不能不养鸽子呀 我不能不养鸽子 我又被鸽子比起来 鸽子它只是一种动物 它跟狗和猫它是一样 它是宠物 你是人美女 为什么要和动物去比呢 我不比了 以后养鸽子 也比上上午自训水 我就说嘛 以前那节目就有小伙问 说你是要我 问我们场上的女嘉宾 你是要我还是要狗 你这问题是一样的 那就没有自信到 每回都跟鸽子争宠 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找对象要求也不够 我说的 你的是 你突然准备小光 我看你 这不好意思 这真的都叫你 他马上 那些就那么 unprecedented 你为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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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弱了 你empel 我看你 鸽子 我看你 你为什么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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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有好多人说你谈恋爱找对象 你一定得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他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得有女人味的 不能太物质的 要得跟着我回四平的 是不是 你看 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来这样的姑娘适合我了 那就是一个盯一个了 那肯定就是出对象了 就可能就有缘分走进婚姻了 所以说像小伙子这样也好 咱们节目播出之后 我估计整个四平地区的姑娘 看来能精确一下范围 是 是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子姐 奖奖送给小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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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